10月24日 單造夏安羅家 認來了特別的客人 香港蛇鶴泳春弟子團 他們還在羅氏大宗池前 玩起了泳春拳 這群武林中人 與夏安羅家有什麼淵源呢? 一起看看 在羅氏大宗池前 香港蛇鶴泳春弟子 向羅家的鄉親俘虜 展示了蛇鶴泳春拳 現任蛇鶴泳春掌門 翁國榮師傅介紹 蛇鶴泳春拳的特色是 蛇纏鶴鼎 手中容忠 我們蛇鶴泳春 基本上是講求氣 傳統的功夫 是講兩件事 一定是包括兩件事 一個叫新功 一個是守法 我們基本上新功守法 都在我們這一套拳裡面 是否會改變的 翁國榮進一步介紹 這次弟子團十多人 是回夏安羅家尋中 原來他們的祖師羅帝雲 就是夏安羅家人 羅帝雲曾師重康入圍 考取共生功名 新海革命後 羅帝雲在李福林將軍手下任書的縣 另一方面 羅帝雲自幼澤泳春文某相傳 1890年寫下了蛇鶴泳春門臂 現在蛇鶴泳春掌門 已經傳至第三代翁國榮師傅 現有弟子超200人 去年蛇鶴泳春還成功申報了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 想將這套東西回歸回來這邊 然後在這邊 他自己在這邊又可以發展下去 當日 翁國榮將羅帝雲同 時學榮春權等珍貴歷史資料 交道夏安村黨總司部書記黃騰禮手中 眾弟子們還在夏安羅家參觀了羅氏大宗池 和當地鄉親們一見如故 親自交流並合影留念 單族三記者陳志華 歐志堅的報導